欢迎收看风火台 今天上来的台主有我身边这位关峰老师 接着有李漸鹏的 我是林玉凤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风火话题 都应该是要讲回这个危险事件 先讲讲其实上个星期四 政府方面公布了这个严流报告 当时也直接说了这个善风是不移居 正式将它定为危险 接着来刚刚这个星期初 另外一个是之前 一年多之前都是发生类似的事故 举库大厦也被宣布为危险 现在一栋又一栋的危险 是不是已经是危城处处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感觉就是 整体好像澳门是危险处处 因为其实善风周围的几个流域 包括广卿、利昌和奥华 传出就相计可能会有危险 就是还要做一步检测 接着还有清州那边 与此同时上个星期未 其实河边新街那里也有一些旧的房屋 也有碎士剥落的 一时间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为什么澳门突然之间这么多危险呢 当日报纸的标题就是说 善风已经被定义为被检测为不宜居 那我就想是不是整个澳门如果我们是这么危险处处的时候 其实可能整个澳门都可能是 验移居要打个问号 尤其是我们看回今次出了一个验楼报告之后 如果我们看回包括公务局那方面 或者叫政府一些回应 他们在救灾的部分就是做得好的 但是其他的言论我就会觉得 就会令人更加怀疑 现在那些楼宇究竟质量是否只有他足够的监管呢 譬如如果只是看回善风那里 现在出的那个严流报告说到 楼宇的那个碎士质量是不够的 密度是不够 其实已经很明显是一个我们叫做偷工减料的行为 但是来到这个阶段 去偷工减料的时候 现在虽然政府说会跟着会做一个救责 但是其实比较明显有几样东西都未去追的 如果那个楼宇的碎士密度是不够的 那当年那个验楼是怎么过的呢 好了 如果当年偷工减料 其实是否要追究一个当年那个监管的责任 那当然我们说成建商 还是发展商 还是大业主究竟他们有知不知情的呢 有没有这个我们说他们也要负责任 其实现在我们是不知道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我们就很难放心去看现在其他澳门的物业 就是如果只是单这个案子来看 就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那就大家担心的就是说 好了 到最后 这个善风是拆还是不拆 怎样拆 那个责任是哪一道 所以有时想想就是说 就是政府好像说 还需要一段的时间去看着 整个大厦的安全 或者才去看看后着是怎样做 问题就是如果这个责任一旦 未明显的话呢 引起了法律的糾纷 那相计来说 正是这个善风这个案子 我想都不是那么容易是 短期可以得到解决 我想最终受害的呢 都是住在那里的小孩 其实现在我们说 善风那个有一个 如果你确定了 当年是起楼已经有一个问题的话 那我觉得那里都好像 比较明昔的责任 但其实因为现在善风附近 刚才提到李昌的一间大厦 其实都是遇到同类的问题 伤类的问题 没有至于这么严重 那他们其实大家矛头都是指向 在那里动工的 那个苏浩会的地盘 但其实政府到现在就没有去过地盘 那边似乎做任何的检测的工作 那接着这里呢 我觉得也会是另外一部分的 就是追究责任的工作 或者我们的法律行动 可能都要去看那个地盘 其实我想有三个环节 因为其实我想这次 其实政府的行动都是迅速的 我想这个都是要肯定的 包括当时特首立即下去试册 包括其实他们的调查部 其实一个星期就出到 这个以澳门标准来说 是非常之快的 这个是宇宙最强效率 宇宙最强的 这次真的是 还有即时安置他们入住酒店 还有包括现在立即有这个 这个租金的津贴 即6000到9000元 其实这一系列的行动 是比较迅速的 其实你看看电视访问一些居民 其实大致上都是满意 我相信这个部分是很肯定的 或者叫做危机处理的这个部分 你适合做得好 现在香港那方面的主业人士 就说其实他那个 运营土的质量是大有问题 这个就是 我相信是有三方的责任 其实要进一步调查 而且是一定要搜到石出市民才可以安心 第一个包括香港专家已经说了 是承建商和澳门的公务部门都有责任 因为承建商就是你建的 那么偷工减料的情况是怎样 承建商其实第一责任 第二就是那层楼是政府验收的 那么18年前虽然是回归前 但是应该都可以追回 18年前验收的情况和文件 应该都还没销毁的 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就是刚才所说的 究竟苏豪会 这个影响 究竟是对他有多大 我觉得这几部分 其实要追回才可以 而且现在尤其是我们刚才说到 第二第三部分 基本上是 还没见有任何的行动 譬如政府方面 就没有说过 自己嫌要去看回 究竟当年公务局 25楼的时候是否出问题 政府自己这边已经没有说过 反而我们会看到 公务局的官员 他会说 这件事是非常古怪 非常古怪 未见过 未见过 我相信这个案子 在澳门 不敢说是否第一 很少有出现这些 可以变成危流 我相信刚才你提到的 就是建筑商或者发展商的责任 检收部门的责任 我相信政府不是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它要很小心 当然了 正如刚才开头那样说 第一件事就是一个 补救 抢救 安置这一部分 要先做好 如果做不好 社会的反向会这么大 做了这个部分 政府要细心想 应该如何处理 因为 如何做法 可能会成为 以后同类型的 个案的一个例子 谁知道 都未完 另一间又出事了 我相信 政府现在 在某程度上 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说很头疼 去想 究竟是 如何处理 特别责任 法律 那些方面 其实都 不是那么容易 去处理 不过 我觉得 如何不容易处理 如何难 都一定要处理 因为 现在附近 几间房子 都可能 现在看着 会继续有些问题 例如我们看回李昌那边 最新的消息 都是说他们觉得 虽然之前说 好像没有什么危险性 但其实住户那边 都觉得 继续有问题 觉得有石屎剝落 已经提出了 另外就是 我们觉得 如果今次这件事 不解决 现在看到附近 刚才说 包括另外一些区域 已经有居民提出 就觉得 他们的楼宇似乎 都有石屎剝落的问题 可以怎么处理 我想今次 也有很多人留意 尤其是这个星期 就是 讲巨库大厦 为什么另外一间大厦 我们说之前一年 出了问题 但是它得到 照顾 或者社会的 关注度低很多 很多人都会提 除了它 不是那么突发之外 还有一个 互数少 不知道什么理由 但是如果我们比较 对比两件事 都会觉得 就是说 现在似乎是我们 对当年 包括那些批出的工程 其实首先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看回 相关那些报导 就会看到 其中巨库发院 就引述官员去说 就是有几个 我觉得大家听了 都会很不高兴 很生气的 其中一个就是 买了这间楼 你不幸 另外一个就是 没办法的了 我问过一些工程人士 如果建在赛地那里 就会很麻烦一点 其实澳门很大部分的楼 是的 我们以前是个楼村 一不就是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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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是田海 然后就是种菜 其实都是很多赛地 我觉得应该是 你建楼的时候 你底下是什么地质 以前是做些什么都好 其实你建楼的时候 批出那个工程准照 就应该已经解决了那些问题 你才让它建 是的 就不可以事后有事 就说不幸运了 你签计是这样的 是的 而且基本上我们是信任政府的 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上个星期 其实有两件事 即是沃善峰花圆事件 还有这个 又有电讯公司临记 其实我觉得有点微妙的 接近的就是说 临楼事件 就是政府都说 前所未见 好了 接着CT 另外电讯公司临记 不好意思说错了 他又说是中路合彩 就是这样的机率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一再 发生一些前所未见 或者是中路合彩 这样的机率 这么低机率的事 其实就说明是有些问题的 所以譬如说 当我给钱这个电讯公司 或者当我去给钱 买这些房子的时候 其实我是相信 政府是做好所有事 是保障我的使用 保障我的安全 那现在这一再出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很大问题 我想其实 刚才有访问 就是事后 政府部门的某些回应 有一点令市民 但还不是很舒服的 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 几方的轨疾 包括承建商 就是政府验收部门 和可能隔离的地盘 另外其实 某个程度上 有市民觉得 他会把波给市民 例如他推翻这个强制炎楼 我不是说这个不应该 我现在用这个定期炎楼的措施 就是防范与未然 早点早点去知 但如果我们看回这两个案子 其实他们早在一年之前 已经发现巨大的问题 都不用炎楼 已经知道那些东西都裂掉了 那向政务部 目测已经知道了 目测已经知道了 那向政务部通报 但是其实得不到处理 甚至其实巨虎发院的市民 就向传媒说 就是说 政府甚至跟他们说 要他们自己举证 就说是由旁边的地盘引起 那市民目测就可以了 那他举证又怎样呢 还有就算到今时今日 其实因为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两间楼 其实得到不同的待遇 那我们今时今日 其实他们都得不到一些 例如好像 善丰花远得到 香港的一些专业人士 一些机关很快的去验测 得不到这样的待遇 相反是他们自知去做这些事 还有我觉得现在那个 不相同的待遇 或者叫做大洗超 其实已经是没有理由去解释到 没有理由两间 就是我们叫类似 政府那边解释 就是说 就是巨虎发院那边 就是因为他们那个 有潜见物 所以是导致这个情况 但是你说他有 有潜见物导致这个情况 你会拿报告出来的 你不可以说 因为你有潜见 所以你那里导致这样 如果你的检测报告 你没有说到 是潜见 令到这个流雨 那个承载能力 有影响 致命的影响 你没有了 你就不能够这样去做 所以我觉得现在 基本上处理那件事 那种不公平 是不能够服众之外 那个解释 也是不能够服众 我觉得很重要 一件事 就是说社会 为什么澳门人会 这几年我又累积这么多怨气 其实是累积地 觉得很多事情 是不公平 不平等 不是说大家都要得到 不是你平均派钱给我就可以的 反而是你在出事的时候 你可以做到一个 我们叫相近的一个处理 譬如我们去看 现在我还觉得 两件事都很奇妙的 一件事就是 政府走出来 背了很多责任 但是在同一时间 我们是发觉 那些叫做发展 所谓的大业主 他们好像不用背责任 他们不用出面 不用出来 不用开记者会 不用澄清 什么都不用做 就像澳湖那件事 是的 就像建了房间 他就可以消失在这些人世 就是没有关于他 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也是很奇怪 因为是一个 我们叫正常一点的社会 你以为你要去建楼 你发展 你是建楼 和人家的生命安全有关 你的相遇其实很重要 澳门那里 好像不用处理自己的相遇 就是 任得大家在网上传 私下说 任得你了 我就不管了 我就继续躲 这件事其实是很不合理的 某程度上来说 可能都不是很正常的 社会的表现 其实这两个礼拜 牵涉这两间楼 其实引起社会 很多回响 就会想 咦 是的 究竟发展商 建筑商 在建筑期 建筑后 前后的责任 在哪里 检测的部门 政府 无论是回归前 回归后 究竟那个责任 又去到哪里 如果这样问起来 其实 可能大家都 真的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有一些是小业主的责任 大业主的责任 种种几样东西 其实会令到社会 咦 原来我们 到这个阶段 对于一些这么基本的东西 原来是知道得很少的 是的 那就是我们澳门人 那么不清楚大家的责任 都应该是 就是 我刚才所说的 那句话叫做什么 就是很罕见的 很八年难得是 或者中立海的机率 中立海的机率 才有的 那我们稍后继续讨论 好 继续回来 风火台时间 刚才休息之前 我就要说到 就是 我们大家就不知道 大业主 小业主 承建商 政府各自的责任 都是一个叫中六合赛 这样的机率 是不是 就是如果是那么难得 千载难逢 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就应该要讨论 那现在就是 我觉得 现在政府的责任 我们逐个来说 政府的责任 觉得到事件 发展到现在为止 负了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现在最重要的 政府就是 尽快 因为政府才最清楚 可能 政府才最清楚 究竟去到哪个阶段 是哪个的责任 将这个讯息 尽快披露 那么 相关的部门 如果是建筑商 如果是发展商 是有责任 那么他们就有责任 向公众去解释 或者是 善后的工作 如何做 如果是检测部门 是真的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么 政府要采取一个 什么的方式 去赔偿也好 种种的方式也好 去尽快将这个事件 就是用一个快速解决的办法 这样才我觉得 会容易 尼清 和释除社会的疑团 是的 因为我那天自己写文章的时候 就在想象一个情势 就是说 譬如这件事发生在香港 其实会是怎样 就是我们看的TVV剧多 应该不多不少 或者香港的新闻多 不多不少 就累积了一些想法 就是说 其实如果一旦出了一个报告 说这个 运营土质量不够 就是叫偷工减料的时候 其实政府就一定会走出来 就会说的一件事 就是说 当年究竟厌楼哪个部门有责任呢 起码政府有个叫独立委员会 是不是去研究调查 或者这个联署会去介入调查 他们会出来说 然后呢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那间建筑公司 他做一次不好 起楼不好 说被人质量有问题 以后会影响他生意的 理念上那间公司 会很紧张自己的声誉 他会觉得自己有声 有一个需要 有一个责任出来 向公众解释 18年前 他应该要说 那时候究竟是怎样的 那间公司没有出问题 那如果他更加重视声誉多些的话 应该还会自己去聘请一些人 回来做一个 就是独立的契合 或者调查 应该会是这样做 那就是成建商 就算有没有法律制限 也好 因为我们现在看回澳门那些 建筑相关的规章的话 那样东西写得很不清楚 那法律要去继续修改 但是就算是不说 那法律责任的部分的话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 每当商与 那间公司的口碑 好不好影响你的生意 影响你生意 即是影响你生存的话 其实他们应该要很高调 走出来做很多东西 然后如果那间公司 其实很多发展商 其实他们会管卖物业管理 那应该如果我们也是 发生在香港 当李嘉诚长实那样 他应该那间子公司 管的那间公司 会帮忙协载别人 怎样去搬东西 接着会帮你打好电话 就算在形象上 是的在形象上 会做很多事情 但是现在我们发觉 整件事那间公司是隐了型的 取而代之 我们会看到 譬如有些街坊组织去帮忙 接着就完全不是一个 我们 或者我们不一定要辞香港 但是我觉得是作为一个 如果社会里面 每一个环节 都是运行得良好的这样的社会 应该各自有责任 现在见到承建商 或者建筑发展商那边 它那一部分的责任 是完全见不到的 是的 其实我想这个问题 有两个层次 我想好像善丰花园 处理比较好的case 我想市民比较满意 就是居民比较满意的原因 第一就是政府 有即时去安排 还有就是说 那个比较快速的 那个一周的报告 立即说了那个运营土有问题 因为有时我们说 其实安置是一个层次 另外其实我需要一个说法 我需要觉得这件事是公道 还有就是说 我起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尤其我自己受害人 我们作为不是受害人 我们也希望有个社会公义 也有个比较合理的说法 出到来 但现在就是 我相信我们现在要呼吁 就是说 第一个层次 安置好些居民 其实这个很重要 尽管这个要求 但对于巨库花园的居民 其实还未做到 这个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就是说我们 如果现在出了这样的事 究竟那个法律责任 谁去负呢 我相信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好 因为始终你说 买层楼就不同 就是买件衣服 就是你在某个地方 买了一些很便宜的衣服 那算吧 你自己认命 这件衣服 质料差 但是现在我们在说 这个居住 其实是市民用 就是有些报纸说 不生的 半生之处 其实差不多已经是不生了 现在的流价 多数都是不生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现在买回来的东西 是毁坏的 是住不了的 甚至威胁我的 就是个人生命安全 那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层次 是很需要有一个 鲜明的规责的 因为社会其实需要这件事 我想现在正正就是因为 你刚才所说的 法律的责任 未离清 所以各方都似乎 不敢有什么动静恕 所以我才说 最重要的是 现在政府 最有 最在一个最好的位置 就是它应该会知道 究竟建筑商 发展商 检测部门 去到哪一个责任 这件事离清了的话 各方就要根据 政府这一个这样的说法 就去各自 付各自的责任 从成建商 发展商的角度 就是刚才你刚才也看到 到现在一粒声 都没有做过任何东西 那就是 有些奇迹 其实 澳门是一个 比较小的地方 就是那个 发展商的商业 是吧 每间发展商 将来都会继续 会在这做生意 那其实这些 都是影响到 它自己的 直接的利益 是的 这个发展商 都可能是无辜的 那他无辜的 就是要搜寻出来 向公众解释 给公众有更多的资料 这个很重要 那可能 政府的公务部门 又是无辜的 他就要给更多资料 述服市民 他们是无辜的 所以所有人是无辜的 是吧 是的 因为我们无罪推定 是的 我们无罪推定 所有人都会无辜 所以才会有 中六合彩的机率 是的 所以要将这些 就是复杂的情况 拿出来给市民看 然后 我相信有一天 大家是要知道 水落石出的责任何在 才能改善到 那个日后的情况 还有我们现在去看 就是 善丰发展有一个 重要的代表性 就是在当时 我们说八十年代 美九十年代初 就是澳门的地产市 第一次发迹 就是澳门的地产市 很重要发迹的时候 其实那时就有很多楼 我听听一些工程界的朋友说 就是说当时 因为忽然间 集很多地盘去建楼的时候 就是他们推论 当时会不会 因为大家都赶工呢 跟着也可能 之前没有出过什么 那时是第一代的 大量的高楼大厦 高楼大厦 那可能很多人 是做了很多 不好的工作 或者那时候懒 贪成本 贪成本低 可能都会有 其他的问题 所以其实 如果我们真的 对当年的情况 是了解得足够的话 甚至你要做一些 究竟当年我们 建楼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 总体的报告 去炒出来去看看 你去看看 可能跟着 会不会 其实有一大堆工作 我们要做 譬如 过往我们以为 建筑师那些楼 建筑师那些都是这么说的 应该每间楼建了 就预计它有50年的寿命 但是现在 你一看下去 就好像缩了30年 20年了 如果是这样计算的话 澳门 就是 旧区从政委员会 他们之前很着力去看 30年楼域以上的工作 房屋局 他们也做楼宇的维修基金 他们也希望可以先推了30年的 还有其他年份 其实大家都将30年才作为一个 比较重要的年期 但是如果现在这样去看 其实可能要再有 未够30 未够30 未够20或者15 所以其实接下来 有一大系列很重要的工作 要去做 这次这个案例 我们觉得 如果你做得好的话 大家的社会清楚 各自的责任所在 譬如小业主理 那个维修的责任 或者不要弃僭建物的责任 那些其实都可以说 因为我觉得这次 巨虎发言 那个比较无辜的 就是说 你现在忽然间 你说了它是危流 你不同退代 因为你有僭建 很多地方都有僭建 很多地方都有僭建 对了 但你没有一个报告 你没有一个报告 你说它的僭建 是怎样影响 整间大校的承载 你不能够服众的话 就好像 有一些房子就说 你是僭建 所以你没得陪了 接着还要那间房子 就是发展商 去私底下联络 他们就没有出面 私底下联络 就说我帮你拆 你每人补回80万 对我 那这些全部都是 很不合理的东西 你就会出现了 那我们说究竟 就算是 如果是因为 住户前建 导致它有一个 关键结构的问题的话 是 这些案例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其实我觉得 现在每一件都要 清清楚楚去说 还有我都是 继续关心 因为善丰和巨库都在说 之前如果隔离地盘 没有动工的话 动工拆射也好 动工建造也好 他们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根本之前 我们叫旁边地盘 都是有问题 那究竟公务局 在批出那些工程准召的时候 他们现在是怎么批 根据什么 有没有看清楚 就是说他们的工程的设计 有没有足够保护隔离那些大厦 就是确保它不影响到隔离大厦的结构 其实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也都没有去一个解释 我觉得其实政府这个厌楼公务部门等等 其实他们还有很多事情 还要跟进向公众解释 是的 我觉得 不过在这个时刻 可能比较重要的是 就是巨库花园那些居民 我觉得他们比较可怜的 其实他们首先就是投诉了年纪 又被要求自己举证 然后什么都没有做 好了 接着他们好像很幸运地 就踏到善丰这条水 就终于被关注了 但是发觉 待遇完全不一样 首先他们就是突然危流 就是说在过去这一年来 其实你都没有作出这样的宣判 说他是危流 现在突然之间又说你是危流 还要叫他第一四十五日之内 三十日之内搬迁 接着很多事情 是跟善丰花园的居民的代缘不同 首先就是说 首先他没有一些真的专业的机构 去抽样去做一些 包括他的工程和物料的那些检测 还有他们也没有立刻的一些住屋的津贴或者安排 也没有说住酒店 没有租金津贴等 而且如果他们说想请工程师来进一步的检测 又要他们自射 自射 其实很多事情 我觉得他们都很可怜 因为那里的一部分居民 已经暗瓦底地 已经自己搬走了 现在刚好幸好 就有最近这个新闻点 这件事也被公众关注 但是其实 究竟 后续下去 其实他们会得到什么待遇 还是这个不要了知 就是要当他们不幸 那就算了 就是回去自怨自艾 我觉得如果真的当他们不幸 就证明我们的社会 就真的好不公平 好不公道 就没什么公义 我觉得其实现在那件事 就是说 你处理不好巨虎那件事 跟着下来的影响 大家都会见到 还有 譬如我们跟着那个是李昌 社会上又会有很多传言 突然说这个楼 就因为谁是大业主 或者谁有很多单位 我觉得其实政府 你很多时候 你要澄清这些问题 就是说你不是偏帮 某一个团艇 某一个人的话 其实你就是要 尽量公道去处理 我不管你多少户数 也好 你要尽量公道去处理 我觉得其实跟着来 处理那个巨虎 他就是会给到公众 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看看你 其实以后那些事 究竟你能不能公平 有一个准则去处理 还有刚才我们说回 要有一个说法 那个水落石出 其实也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现在 已经有报纸大字标题 已经说了 就是是不是毁灭证据 就是一个月之内搬走 然后可能这些座楼 就会 烟消云散 就会被拆毁 到时剩下什么证据 是可以被验拆 到时去追究最后的责任 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 特区政府 其实要考虑一件事 就是当那些居民 他有事 就是他见到那间楼有问题的时候 如果他第一时间去找你 当然有些官员会觉得 哇你们自己搞吧 严流那些事情 你自己维护 但其实他第一时间去找 哪一个人 就说明他最信任 是谁 没错了 所以 难得他第一时间去找你 希望你帮他解决 是的 不是叫你要给钱 或者一定要教一些方式 最少你要给一个专业的意见 是的 你的专业的意见 在你政府 可以容许的范围里面 尽力去协助他 其实很重要 我觉得 你为什么要把 租责了别人对你那份信任 我觉得很奇怪 是的 因为我们做电台节目 听众就会打来 就是说 我们就会 勸他 你也要找回相关部门 他们说 没用的 都是打来你的节目好一点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其实你是挺心酸的 因为他是曾经信任政府 首先买楼的时候 信任政府的收货 之后他出了事 亦都信任政府 希望为他解决问题 但可能他一直是令他失望 于是他就觉得 都是打去电台节目 比较有效一点 是的 还有我们觉得那些信任 其实要很多时间去建立 是的 要毁灭就很容易 是的 你一次事件没有处理好 就可以毁灭所有信任 所以也希望有关方面 谨慎对待这种信任 做好 接下来的工作 好 回来第三节风火台的时间 之前两节 我们就是关心了澳门的问题 其实这个星期 或者过去一个月 都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国际弹事 每天都看到新闻 我们应该要关心的 就是美国总统选举的辩论 投票就很快 最近我们会见到 连续几个星期 都有他们的总统辩论 去到昨天 就是之前的一 就是最后的一场辩论 现在三场辩论里面 可能大家有留意的话 都会知道 美国就流行说 是谁赢谁输的 我们计算赢输的方法 就不是有评判的 是用民调来计算 用民调去计算 用民调去计算的话 第一场奥巴马输了 但接下来这两场 都是奥巴马赢了 现在大家的表述方法 就是说 辩论比赛里面 奥巴马是2比1 就是赢了这个 罗姆尼 我不知道两位 有没有留意 这个辩论 少许 当然 都有看过 我自己觉得 罗姆尼的表现 一般来说 都是比奥巴马 都是少少处于下风 就是奥巴马 毕竟是现任他总统 掌握的资源 还有对管治的经验 国际的视野 应该是比罗姆尼高一班 还有过去历史的经验 就是大部分的总统 都可以最少做一任 连任比较容易 连任应该是比较容易 所以罗姆尼在这个情况下 是比较不太好 但是其实你说 他罗姆尼的表现处于下风 我就觉得 其实是刚刚那两场 因为第一场的时候 我就看得比较仔细 我不像看了一次 因为那天我其实有点眼前一亮 对罗姆尼 因为之前看他的新闻 就经常都说错 然后好像有时会论盡 一些 但是那次第一场出的时候 他一开始开场的部分 我自己觉得眼前一亮 就是第一他很清楚 之前很多时候 他讲一个政策的时候 他经常会有一个矛盾的地方 前后矛盾 但是那天他发现很清楚 第一段说话就走出来说 家里看到一个太太 一个家长 他说了什么问题 这些就是反映了美国的问题 我就会用五种方法 他后来写一句 my five points 我就会用五种方法 就大带着美国 走出这个困局 那天就很清楚 显示他之前应该真的 练习得相当之错 罗姆尼之所以在第一场那里 大家会觉得 表现比较好 因为第一场是讲民生 讲经济 这一样正正是现在 美国整个社会 发展某程度的死穴 因为在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还未能够完全复苏 选举可以将所有的责任 全部给奥巴马 因为民生的事情很直观 很直观 所以会容易造就罗姆尼 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而且他开五点也好 那些都没做的嘛 一旦做了总统是怎样呢 又另一回事 还有我们也觉得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大家觉得 罗姆尼好 例如我用眼前一量 来形容 是因为之前对他的期望 比较低 大家就觉得 奥巴马多数都会赢 没有看好他 所以他好一点 你就会觉得他好了很多 我觉得其实之前 奥巴马都猜到 他们的阵营 就是第一场辩论 开始之前 就特意放风 就说其实 罗姆尼也很厉害的辩论 不仅是奥巴马 提高大家 是的 我现在真的很好笑 第一次有人 预先去说 就是说 对手都很厉害的 千万不要看轻 但到最后 其实我觉得 奥巴马的心里 都是轻敌了 所以第一场 其实他明显的准备 不是很足够 精神状态都不好 所以你觉得是轻敌 是的 而不是特意放下水 我觉得是轻敌 因为特意放水 这件事实在太危险了 我觉得奥巴马 做到美国总统这样的 这个级数的人 就不应该玩这种游戏了 我先输少少给你 我怎么控制输少少呢 辩论不一样 是的 其实一兵一却都要 但他在后面那两场 就追回来了 但我自己看 就是我想 除了讨论他们两个表现之外 我想有些大的目络 去看美国总统 电视辩论这件事 因为我来读传播学 就是经典的例子 就是说 当六十年代 就是电视发明和補及 第一场的美国总统辩论 就是六十年代的 尼克逊 对于当时的甘乃迪 甘乃迪 当时的电视辩论 其实完全是扭转了 那个局势 就令到年轻的甘乃迪 上镜又比较英俊 李克逊的样子就比较贼 我们用今天的书话来说 他就打赢了 有趣 当我们说 那个美国的电视辩论 很重要的同事 但其实他又不是 不是经常都可以扭转选情 因为很多时候 在电视辩论 我们说那个民意调查 就是在电视辩论上 胜出的人 未必是总统的胜出者 这个是第一个目络 第二个目络 就是我觉得今时今日 尤其是第三场的 美国总统电视辩论 我觉得很有趣的 因为他们整场 其实都是说 美国在世界那里的位置 所以我们说 在那个辩论场的外面 有全世界回教世界的 反美浪潮 好了 接着在东方 远东这边 又有中国的崛起 我觉得 其实美国 在过去几十年 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作为一个 世界的超级强国 他现在面对 那个变动的政治局势 然后这两个候选人 如何去讨论这些话题 其实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包括有英国的传媒就数了 就数了他们在第三次的电视上 提及过多少国家 发现七大洲几大洋 他们全部提过的国家 有成几十个这么多 很有趣的就是 今时今日 即美国虽然说 他们在全球的外交政策 被人质疑 经济又发生了很多问题 但是他始终 无可否认地是一个世界的强国 他如何去面对这些世界的局势 尤其是 他如何去摆中国这件事 我觉得 刚才说到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在说 国际的部分 我想也几乎只有 美国的总统宣布 才会有一场 宣布 辩论这个外交政策 真的好像全世界 都关他事 所以其实 我觉得美国人 他们本身真的 将自己视成 就是看成 你说世界警察 你不喜欢那个条例也好 他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就想起很多年前 其实你文章也提及过 就是说 很多人说美国选中 应该全球人选 是的 因为他的政策 其实就是影响全球人 经济 政治局势 过去那几家 其实BBC或CNN 他们都有做一个民调 就是除了问美国人 说哪一队会赢 不是哪一队会赢 不是哪一队会赢 其实昨天也有一个 就是他们说 做了全球的民调 结果也是超过五成的人 认为奥巴马赢 而且他们希望奥巴马连任 这个就是国际的民调 他就是全球做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 其实现在去看 就是当你美国 自己定为了自己 真的是世界的中心 或者世界警察 或者世界一个重要的角色 等等 他才会有一个可能 就是将自己 美国选总统 跟着都演摆一场 最后压续的一场 是他们专门讨论外交政策 就是他们将自己 对外的政策 真是我们称为内政的一个部分 就是跟我们很多地方不同 内外有别 其实他们根本是 整个外交政策 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 太多是派兵在巡洋外面 还有他们的很多外交政策 其实是一个贸易政策 是 因为他们以前有 最惠国待遇 大家会记得的话 基本上 最惠国待遇 就是将经济和政治 是在一起的 所以变成了 其实所谓的外交政策 就是看看你究竟 怎样用外交的方法 搞好国内的经济 还有怎样整好 美国自己的国际形象 就是那个居民 即是美国人的一种 龟属感来的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重要的 我同意就是 美国的综合国 现在是不断地下降 但是它无可否认 仍然是世界上 一个很大的强国 所以美国的总统的选举 仍然是受到世人的关注 第三场的辩论 是一个政治 是一个外交 但是遗憾的 我自己会觉得 就是它里头所说的内容 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 基本上就是 对中国的挖起 那种态度 那种表述 都是依旧一样 那就是 没错了 它主要就是要用一个候选人 如何去对中国更加强硬 这种态度 去拿取 希望拿取更多的选票 而大家都知道 当选之后 其实政策 有很大的改变 另外就是 美国对中东 对所谓的一些 他自己觉得的 一些 邪恶重心 邪恶重心国家 没在 一时想不起 那种态度 其实都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你这样看回来 其实 美国仍然是 很希望 是用一个 我是主宰世界 这个 心态 去对待 每一场的选择 他是上帝派来拯救世人的 是的 其实我自己看的时候 我都有留意 中国这件事 在他们的辩论会出现 我们看回 他们辩论之前 包括有众议院 他就想 开名去批评一些 中国的公司 会对 美国的政治造成威胁 其实之前 罗姆尼在其他一场合 他也有说过 不断用cheating 就是欺骗人的国家 去描述中国 还有这个 China bashing 打击中国等等 也一直说 中国是他们的 战略竞争对手 其实这个 基辛格已经说过 就是我们之前的 促成中美建交 那个前国务卿 他就已经说明 他就觉得这种 不断将中国 做一个负面标签的工作 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是的 那种战略语言 是很影响中美关系 和影响美国的政治 其实我再看回 因为我们讲回 他的电视辩论 其实某程度上 他说的话 当然代表他的政策 或者立场 但其实都是marketing 因为他要知道 哪些说话 能够打动选民 所以如果你反过来看 其实你可以想像 就是说 这种将中国的崛起 视为一种极大的威胁 甚至你要多多少少 妖魔化他 其实这种 其实在美国人 心目中 其实是有市场的 所以他们才 就算奥巴马也好 其实多多少少 都要把它视为 一个敌手 那我觉得 其实这件事 我相信我和 关生用 我觉得比较遗陷 我们所谓处于一个 全球资讯 非常开放的时代 但是你发现 其实 现在的传媒 所呈现的 其实有时依然是一个 比较敌我分明的外交世界 但事实上有时未必是这样 我觉得 遗陷就归遗陷 但我觉得 始终人的意识形态 是最难去改的 比如现在我们对中国的恐惧 或者是不喜欢 其实由文革的时候 已经开始 或者我们说 冷战 就是我们由恐共 一直下来 到最后 现在的看法 就再多很多 其实中国的负面生命 都比较多 这个也是 没有人多多理 这个也是事实 这些一下子很难去改 而且我也觉得 始终现在我们叫 中美层面那种交往 不同类型的交往 或者现在中国对外做的那种 叫做输出形象 软化 就是文化外交 那样东西 其实很多地方 它做得不够好 或者譬如你说 控制学院 可不可以做 但是同一时间 人家其实会 找很多你里面的东西 来做一个对比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要改变 外面的人 对中国总体的形象 第一 没那么简单 第二 我觉得大家 继续找你来做 就是不是做宣传的东西 就行吗 不是宣传就行 其实可能很多东西 你真的要中国自己的内部 那个政治 就是整体的社会问题 都解决了才有可能 否则永远都会摆过来 我刚才所说的遗憾 除了是听不到一些新意 他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 其实我背后的意思就是 这个崛起的背后 中国崛起的背后 主要就是 罗姆尼这种意思 基本上就没有正视到 究竟国内 它经济社会面对的真实问题 没错 所以这个 转而时线 所以这个对于美国 真的那个经济复苏 是寥寥无奇 其实我觉得 从这一次的辩论 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所以你对美国 在第四期稳定的环境